假如那天苏东坡真的自杀了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公元107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太湖上波涛汹涌 月色如画 卢香亭边停着一艘小船 船边站着大文豪苏东坡 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自杀 他是被押界回京的 前一天他还是一个万民爱戴的胡州市长 而现在却成了一个生死未卜的朝廷侵犯 他被人告发 说他的文字是在反对新法 讥讽当时的皇帝 他文字这种事情 你怎么说都可以 苏东坡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有一天会因言获罪 他曾经是整个国家最耀眼的那颗心 他的文章一写出来 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民间文人 争相抢阅 但凡读过点书的女子 都希望自己能嫁给他 要是他活到现在的话 我想那一定是文坛顶流 国民老公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曾经有多么风光 也就不知道这一次的苦难 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以至于他甚至想跳江而死 一了百了 苏东坡生在一个好时代 好家庭 宋仁宗时期可以说是 整个北宋最繁盛的时期 四大发明当中 有三大都诞生在宋仁宗时代 而且呢 唐宋八大家里面 六个在宋朝 且在仁宗朝 后来苏东坡自己说 宋仁宗时期的人才足够子孙三世之用 盛世之下 苏东坡的家庭条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 他爷爷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但是就知道家里有很多地 吃穿不愁 他母亲呢 是当地首富之女 也是饱读试书 他父亲出门游学的时候啊 他母亲就在家里面 教苏东坡和他弟弟读书 在苏东坡20岁的时候啊 他爸爸就带着他和他的弟弟一起从四川的眉山到京城去参加考试 那一年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科举最最出彩的一届 那年考出了八位文坛大家九位宰相 宋学四派里的三派始祖和七个心法干将 覆盖了当时文学哲学军事政治领域最尖端的人才 而苏东坡的考卷让当时的这个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艳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高考作文 作文题目是上述里说罪宜为亲公疑为重 请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展开讨论 不少于八百字文体不限诗歌除白 当然这是我猜的 罪宜为亲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罪行是轻或重的时候 那就从轻出发 公疑为重 那同理可证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功劳是大或小的时候 那就往大了奖励 那你猜苏东坡会怎么打 这是苏东坡的高考作文 洋洋洒洒 我们一下子看不一定完全能看得懂啊 但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说他当时那篇作文让主考官欧阳修拍大腿叫绝 正要给他第一名的时候 突然间犹豫了 转念一想 全天下能写出这样作文的人 那也只有我的学生曾拱了 那倘若真的是曾拱我给他第一名 那别人会不会说我就是偏袒呢 不行不行 我这还是避险吧 于是苏东坡就这样跟第一名擦肩而过 其实这个故事快治人口啊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苏东坡值得别人给他这第一名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同时期啊 欧阳修口中他那个得意门声曾拱的文章 我真的花了好久才找到这些材料 你看同样是这个高考作文 这是曾拱的 也是很多字 也是看不懂 但他们两个人同样主张的都是 刑罚只是工具 最重要的是企业文化 是人德 曾拱说的是要教化百姓 要让君德和士德相互补充 要上下教修 而苏东坡说的是 你只要君主给天下做出表率就可以 你是什么样 你的世界自然就是什么样 孔子的论语里说啊 这个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休己以安百姓 曾拱说的是要教别人 苏东坡说的是要修自己 谁的境界更高一点呢 值得一提的是 当写下这篇高考作文的时候 曾拱39岁 而苏东坡只有21岁 所以你就完全能够想象到 在当时的主考官 就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当他去撕开那一个 胡在考生名字上的 弥蜂条的时候 看到眉山苏氏 这四个字 他内心有多么的懊悔 又有多么兴奋 他在写给副考官梅瑶辰的信上说 取读世书不绝汗出 快哉快哉 老夫当毕露 放他出一头地儿 他甚至跟自己的孩子们说 30年后 没人记得你老爹 但是他们都会记得苏氏 苏东坡的名声从此宣扬开来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 三线城市的普通学校的考生 今天你去参加了一个高手云集的全国高考状元王中王比赛 然后参赛的都是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英杰 然后在那场比赛中你的作文被鲁迅疯狂点赞 鲁迅老师说你能够接过他的棒成为未来文坛领袖 而那个时候你只有20出头 你一战封神 但这还不是最神 三年之后 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哲 再接再厉参加了北宋最高等级 也是最难的智科考试 这一战 苏东坡一举拿下了北宋开国百年以来的成绩第一 你知道这考试有多难吗 如果说科举是高考的话 那智科考试妥妥就是奥数 不仅在参赛资格上做了很大的限制 录取人数比例也仅仅只是科举人数的千分之一 并且题目绝对是变态难级别 你看这个考试范围 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 荀子养子管子文重子正文及著书内出 且有明题暗题 也就是说这些大部头的经典 然后这些经典的注释 然后这些注释的解释 以及不同朝代的人对于这些解释的解释 全要考 就是全是重点 没有话重点 并且那个什么叫明题暗题呢 明题的意思就是还会跟你讲说 它出自哪里的暗题就是 我直接写半句话 你得告诉我这半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 它的注释是什么 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六大题 相当于六篇论文 然后要在一天一夜完成 在这场考试里 苏东坡得到的评价是 文艺汉染 并且他拿了一个三等的成绩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有疑问啦 你说才三等为什么就是第一呢 因为第一第二等啊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闹着玩的 最高就是第三等了 而且呢 这个三等还分假语 在宋史书的传里说 就是北宋开国以来 只有两个人拿了这个三等 无欲是三义 那苏东坡就是当之无愧的 北宋开国百年第一 宋仁宗读了苏东坡兄弟俩的文章之后 欣喜地对皇后说 正今日为子孙得两载相仪 于是24岁的苏东坡 以百年第一的成绩 空降陕西宝基 受大理平氏 签书凤翔府判官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 这就相当于是宝基市常务副市长 他的文采明满天下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是北宋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那这个天之骄子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滑坡 为什么最后落得一个 几乎要跳船自杀的下场呢 而他又是怎么重生成为 我们口中和心中熟悉的 那一个大文豪的呢 我们下期会讲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如果那天苏东坡真的跳船自杀了 也许我们今天 就不会再有前后赤壁赴 不会有大江东去浪涛尽的赤壁怀国 不会有天下第三行书寒石铁 不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情的霍达 不会有指缘身在此山中的哲丝 不会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在风的气魄 也不会有包括东坡肉在内的 有他创造出来的这么多菜式 甚至历史上都不会有苏东坡三个字 因为那个时候 他还并不叫苏东坡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地了解苏东坡的话 我们可能并不应该 仅仅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大文豪 或者只是知道他是一个逆境里的吃货 我们应该顺着他的人生轨迹 跟他一起上山 见识过他山顶的风光 然后跟着他一起滑坡 见到他人生的苍凉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理解和明白 当他在人生的废墟里 活出一个到达千古文人 天花板级别的气度的时候 有多么伟大